今年圣诞节我们家的装饰应该会非常的寒碜 因为所有关于圣诞节相关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已经非常早的就打包了 我真的不想要再去车库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然后今年我们家里面唯一的圣诞装饰品就是 这一只袜子 而且这个袜子还是我们昨天晚上连夜赶去Target买的 然后可能就是在门口挂一个那种花环什么的 虽然说装饰可以这样糊弄过去 但是礼物呢还是要买的 无论说是给自己买啊 还是说给自己的另一半 给身边的朋友等等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打算跟你们分享一些节日记的我的购物灵感 哦对 昨天晚上我还有买两顶非常可爱的圣诞帽 我打算今天带着给你们录今天这期视频 你们看一下哪一顶更好看 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圣诞老人的样子 是不是很可爱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普通的那种圣诞帽的款式 但是呢它做得非常的厚 但却显得脸可小了 我先给你们戴一下这一点看看 怎么样 是不是显得脸特别的小 好好看呀 娜娜已经盯着两顶圣诞帽盯了很久了 它现在就坐在我的左边一直盯着 我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把圣诞帽给它玩 然后圣诞老人帽戴上就是这样 这一只的话会更加小一点点 把它两只眼睛露出来 太可爱了 然后它这片胡子是这样子可以掀开的 是不是也还蛮萌的 怎么样你们觉得哪一顶更好看 好像是不是这一顶更好看一点 OK那现在造型也已经ready了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 那往年就送礼物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送各种什么彩妆 护肤礼盒啊 礼卡 好看的杯子 蜡烛 香水等等这些 因为这类型的东西本身包装就很好看 就非常适合用来送礼物 但是今年呢我打算就是送一些不一样的 这些都不送了 反而去送一些呢 自己看了都会很想要很喜欢 既具有颜值 同时呢又具有非常强的这种实用性的一些东西 会让你显得特别的用心 而且呢更加容易就是送到你朋友的心坎上 而且在我看来 就是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些东西 就不仅仅是适合送礼 也非常适合在节日记这个时候呢 就是买给自己 首先第一样 我觉得今年节日记 我最推荐你们去入手 就可以买给自己也可以送别人的 就是ARK的拖鞋 其实我自己脚上目前穿了一双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拿到镜头前面给你们看 这双ARK的拖鞋我已经穿了 接近四年的时间了 整整四年的时间 它还能够保持在现在的一个样子的话 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而且真的就是一到冬天 我必定会拿出来穿的 因为它的保暖度真的特别的高 那穿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感觉它也是时候退休了嘛 所以呢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下单了两双新的 我会把我买的那两双的图片呢 放在旁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送ARK的拖鞋 我觉得真的就是 男女老少 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 都可以送 我买的男款那双呢 它是一个羊毛内里 然后外边真皮的 就非常的保暖舒适 然后橡胶鞋底呢 又可以防滑 然后女款那双的话 我感觉就会更加的时髦一些 相比我现在自己穿的那双呢 它翻边那块的羊毛呢 就做得更加的fluffy 更加的蓬松 真的特别的好看 而且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同样呢 那里也是全羊毛的 外面呢 也是一个真皮的材质 而且最近不是年底嘛 就各种打折 还是挺划算的 这个时候 第二个 我觉得非常适合 在年末的这个时候 给自己入的 并且呢 也可以考虑送给朋友的 就是这种新年的计划版 有看过我视频一段时间呢 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 我自己是有这种写 Daily Planner的习惯的 然后我手上这个的话 这个是19年的 这个是20年 然后红色这个的话 是今年用的 21年的 应该你们也可以发现吧 每一年的本子 都变得越来越厚 对于这种计划本 我自己最大的一个要求 就是我希望每一天呢 它都可以有一个 单独的页面 让你去记 所以不可避免的 就绝大部分 这样子的即时本 就会变得很厚 然后今年我就一直在找说 看看有没有 那种稍微薄一点的 这种替代款 但是在工程方面呢 又是可以完全做到一样的 还就真的被我找到了 这款的话 它是一个日本的手账品牌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是分上下两侧的 内嵌式的一个设计 就可以替换 在你把上半年的 记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下半年的 这半本的给塞进去 然后它内里的功能设计 真的就跟我以前用的 那种Daily Planner呢 几乎是一样的 最前面的话 也是有年度的这种calendar 然后就是你今年 比如说这是后半本吧 后半年的一些目标啊 一些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的100个wishlist 在细分到每一天呢 也是有单独的一整页 可以让你去写东西 外面的这个壳子 它有给你做很多 这种透明的内袋 包括外面跟里边都有 所以呢你可以塞很多 就自己觉得一些 比较重要的东西在里边 目前的话 我就是塞了一张 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那这个记事本 今年我也有多买几个 因为不是在给大家准备 年度的一个送礼物嘛 所以呢这个记事本呢 也会是礼物之一 我有买几个 就是这种不同的颜色 虽然说这种礼物 它并不是说特别的贵重 我在美国这边入手的话 大概就是50几美金一本 但礼清情义重嘛 给你的朋友 送上一个新年记事本 也是送给他一份 怎么说新年最美好的祝愿这样 希望他新的一年 都可以万事顺意 另外一个呢 跟刚才的那个记事本 差不多类型的 就如果说你 或者说你的朋友 有平时记事啊 或者说写字的习惯 就比如说我 那么另外一个 非常适合送的就是 这样子的 钢笔礼盒套装 这个牌子的钢笔 真的太好写了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礼盒里面 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呢就是 它有一支 颜值非常高的这种钢笔 然后另外呢 它这个里边 还有一盒墨水汁 一个就好几个替换笔芯 还有一个这种空的 可以用来吸墨汁的 空的笔芯 这一个set真的就是 你送出去别人 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虽然说也不贵吧 也就是五十几美金的价格 但你的朋友收到它 每天写字的时候 拿起笔就会想到 这是你送的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贴心 细致就很能拉近 你跟朋友之间关系的那种 配色方面 我觉得还是做的 蛮极简高级的这种 笔头上呢它有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一共有三个不同的 粗细程度可以去选择 这个笔真的就写起来 特别的顺滑 非常能够让你 enjoy那种写字的感觉 如果说你想给朋友 送衣服里的单品的话 我觉得衣服里边 最不容易出错的 就肯定是卫衣跟卫裤 但是这类型的单品吧 就是很容易会送的 过于普通 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些 就是材质不那么常见的 或者说材质本身就 很有节日氛围感的那种 给大家看一条 我自己最近入手的 我感觉非常适合 节日记的一条裤子 其实我自己都已经穿过了 但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在盒子里面的 那种感觉 它是一条卫裤 但是它的材质呢 是这种丝绒的材质 这种面料你一打开包装 真的第一眼会有那种 惊艳的那种感觉 很luxury的那种气质 反正我自己要是 收到这样子的礼物的话 我真的会非常的开心 而且会感觉 送这个礼物的朋友 真的好懂我啊 审美完全跟我一致 它裤型上就是一个 蛮经典的高腰直筒 裤脚收缩的设计 但是因为面料 跟颜色方面的加持 它就会比休闲的卫裤呢 看上去更加的时髦 很浓郁的一个巧克力的颜色 真的完全的 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绝对是属于那种 我看到第一眼 就会很想要买的类型 另外一个呢 就必须是我今天穿的 这一件红色的毛衣 我就这么问吧 有多少小伙伴 今天是冲着这件毛衣 点进来看视频的 它真的太适合 圣诞节的这个时候了 如果圣诞节就是有 计划邀朋友来家里面过的 你穿这样子一套 既舒服又足够美 再配上一顶圣诞帽啊 或者说那种 迷路的小发卡 真的不要太好看 它是一个宽松的 阔型毛衣 加上洛肩袖的一个设计 特别的慵懒自在 然后面料上呢 是很蓬松 很有温暖感的 下边同系列的裤子呢 是一个抽绳的短裤 一起穿的时候就很有 居家欢庆节日的那种感觉 或者你也可以拿这个毛衣 就是单独的去 搭配其他的裙装啊 或者说裤装 穿出去也是很好看 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记得就是 它还有一个白色的颜色 白色相比红色来说的话 就会看上去更加的清新一些 那说到另外这个牌子 另外一个 他们家我觉得非常适合 用来送礼物的就是 必须是无尺码内衣 好穿程度方面 我就不再多说了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想要跟大家多提一嘴的 就是他们今年因为 有推出一个那种 大胸特别版 低罩杯以上的女生呢 去买那个大胸特别版 我觉得穿上去呢 就整体的舒适度呢 又会有一个提升 那趁今天这个视频吧 跟你们分享两个 他们无尺码系列的 两个今年的新品 首先是一个节日记的限定款 它上面有 非常隐约的这种蕾丝细节 然后我选了珊瑚橘的 这样一个颜色 真的很显肤白 这大概是我目前穿过 就风格跟颜色都 最清新的蕾丝内衣了 丝毫没有那种肉欲感 而且这个蕾丝面料 本身它也是有弹性的 前后呢都是一个这种 威领的设计 穿着舒适度方面 就跟经典的无尺码呢 是一样的 包裹性跟乘托感呢 都很好 只是它设计方面 会看上去 怎么说 更加显精致感一些 还有同系列的 这一个裤子 送一套是不是还蛮合适的 然后另外一个无尺码 这个系列里面的 一个新品呢 就是一个背心 今天其实我现在 我是穿在自己身上的 它同样也是 军马的一个设计 A到D罩杯呢 都可以穿 然后那里是有一个 水滴型的那种胸垫的 平时直接打底穿的话 就不需要再额外的穿内衣了 对我来说的话 我冬天真的太需要 这种类型的背心 有时候在家里面 如果说里面穿一个胸衣 然后外面再去穿 比较宽松的那种毛衣 我都会有一种 到处穿风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自己是 年纪变得越来越大了 还是怎么的 我觉得现在 就是我最不能着凉的部分 就是我腰腹这一块 所以当我里面去穿了 这样子的背心之后 然后再去穿毛衣 即便说毛衣是很宽松的款式 你也不会觉得说不够保暖 然后它里面的胸垫 其实也是可以拆卸的 平时我自己是会 更喜欢把它拆掉 拆掉来穿 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会击涂 最后再跟大家多说一嘴 就是他们家的东西 非常适合送礼物的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包装 真的都做得很精美 很极简素雅的一个气质 就是你都不太需要 再去做什么额外的这种包装 我觉得在上面 去系个丝带什么的 就会很好看了 而且现在因为 已经到12月了嘛 所以打折力度 真的也是很大 还可以再额外的去叠加 我自己的那个独家的折扣嘛 算下来的话 最低的折扣力度 应该是可以到达一个 5到6折左右 我会把具体的一个折扣的信息呢 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呢 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送自己送朋友的 这种衣服都挑好了之后 再怎么着 也轮到自己的老公 或者男朋友了 拿我举例的话 我平时最喜欢给老天买的 就是鞋子跟卫衣 这两者再放在一起 对比的话 当然还是 卫衣这种东西呢 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因为你即便 就买偏个一码左右 穿起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像鞋子这种东西 如果买偏码了 就很容易不合适 大家可以尽量去选那种 无性别差异的款式 就宽宽松松的 你买回来 它可以穿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穿 简直一举两得 然后看过上上期 那个vlog的小伙伴们 应该 对这个条纹的卫衣 挺熟悉的吧 这个卫衣在它 就vlog里面穿过一两次之后 后来就被我自己 抢过来穿了 因为我发现 我自己穿起来 也真的蛮好看的 而且它的材质是做成了 比较类似于毛衣的 那种手感 所以穿上去呢 又很有保暖度 等到12月底 马上就要到老天生日了嘛 所以前段时间 我不是还特意发了一个 community post 就想说 大家可以帮我一起 给老天选一下office 然后后来 其实我就是有在这个牌子 他们网站上面 大概一共下单了 七到八个单品 因为当时黑舞做折扣 真的很划算 是全场六五折 但是吧 到现在我才收到两件 最近这个全球物流的情况 真的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各种真的都挺慢的 除了是我手上这一件 黑白条纹的卫衣呢 另外我收到的一件 反而是我当时想着说 顺便给自己也买一个单品 就是这一件 它是一个 长款的皮质外套 这件我收到 真的是有一点 出乎意料的满意了 平时在看这种 长款的皮质外套的时候 我其实最担心的 就是害怕 这种PU皮做得非常的硬 加上又是很长的 一个设计的话 在我这种162的身高上面 是肯定hold不住的 然后这一件 它的这个皮质 就是做得很柔软的这种 雾面的一个光感 还挺显高级的 然后版型方面 是有一点点drop shoulder 但是呢它没有额外的 去给你加肩垫 所以上身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 很帅的那种感觉 它有一点像是 家常版的 皮质西装外套的那种版型 里边的话 我想着给它去搭配一个 小坎间的毛衣 下面去搭配一个白折裙 白折半裙加上这个皮衣 你走动起来会感觉 光线在你身上是流动的 真的特别的好看 等你走到室内脱下这个外套 你内里的一整套 搭配呢 也是非常的完整好看 差点忘记跟你们分享 这一个同样也是非常适合 送自己要好的女朋友的 就是这种LED灯化妆镜 它的设计上也是 四周都布满了 这种LED灯的 这个按钮呢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关掉 或者呢 就你打开之后 长按它 是可以调节明暗的这种 它真的超级的好用 除了说可以横着这样子放 也可以竖着 它背后的这个东西 调节方面是可以360度 无死角随意旋转的 然后就是这款镜子 它是有那种蓝牙可以连接 有蓝牙加持的话 就是你可以边化妆边听歌 或者说边化妆可以边在油管上面 看个YouTube的化妆教程 而且呢这个镜子背后这边是有speaker的 除此之外就是你在连着蓝牙的时候 中途如果有电话打进来 它这边也是可以有按钮 一键接通电话 这边还有一些按钮 就是可以调节音量大小 跳歌等等 然后充电起来呢 也是特别的方便 随便找一个那种数据线呢 就可以充起来 而且呢 它这个底下还有给你做一个USB的接口 也可以把手机直接连上来 然后给手机充电 最关键的是这个镜子 我刚刚去看了一眼 它已经打折到100刀以下了 年度最佳折勾 无底的划算 OK 接下来的话就跟你们分享一些 更加有针对性的礼物选择 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你的朋友有养宠物 like me 讲真的 如果说圣诞节这种 你给Nano送礼物 我的那个开心程度 绝对会比 你给我送礼物要开心100倍 贴心程度 温暖程度也是会直线拉伸 那今年我给Nano准备的圣诞礼物呢 就是我有给她买一件 百分百羊绒的毛衣 主要就是我发现就是冬天 温度骤然的降下来 小狗子们真的还挺怕冷的 洛杉矶这边最近降温 然后一开始 我们可能还没有开暖气的时候 每天早上醒来 Nano就在床上 哆哆嗦嗦 哆哆嗦嗦嗦的 然后自从上一期我录视频 就跟大家推荐一个羊绒衫的时候 我看她不自觉的 就立刻爬到那个羊绒衫上面去取暖 我就想说 OK 我一定要给她买一件羊绒毛衣 显示今天就会到诶 等晚一点我说到之后呢 让Nano给大家试穿一下 然后我会把试穿片段的 放在旁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是给她买了一个 这种浅灰色的颜色 就跟她目前的这个发色 就还挺搭的 这个毛衣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看她也是有好多不同的颜色 好多不同的尺寸去选择 各种体型 各种大小吧 我觉得你总归能给你自己的狗狗 找到合适的那一件 那如果你的朋友平时 有这种摄影的爱好啊 或者说喜欢拍视频 喜欢记录生活的话 我觉得今年可以考虑 给他们送一个这种 Insta360的GoTo 它是这种非常迷你的相机 对标的应该是像 GoPro一类的这种类型 但在同等类型的这种相机里面 它真的是属于 机身最最迷你的一个了 设计方面呢 它也很合理 在入手之前 我真的看了好多 关于它的一些测评 这些是它里面 自带的一些配件 这个就是它平时 装它的一个小盒子 像不像那种耳机盒 把后面这个贴条撕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装进去 它是直接吸进去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相机平时用来拍一些Vlog的片段也蛮合适的 你可以这样子手持就镜头对着自己嘛 然后背后它这边 还有做两个小支架 这样子的话就能摆在平面上面 是不是还挺方便的 像素方面我看了一下也还蛮不错的 它是有1440p的像素 包括呢还有增加防抖的一个功能 这个小东西最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也是最能戳到就我想买它的一个点 就是它可以做到hands free 就比如说这种小配件 是可以用来安装到帽子上面的 同样是吸铁石的一个设计 把它抠进去 你就可以把这个夹在你的帽颜上边 然后呢还可以去调节它的角度 是不是很灵 它的配件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挂牌 把它挂在你的脖子上面 然后把这个呢塞在里边 找到它这个位置 你看它也可以直接就像吸铁石一样的吸住 你边走起来就可以边拍摄你的第一视角 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然后除了本身它带的这个配件之外呢 还有很多额外的配件可以买 我自己的话是给我买了一个这种宠物配件 就这个东西就可以装在你的宠物身上 然后呢用这个相机去记录你宠物的第一视角 光是想着我就觉得好兴奋啊 我可以看到闹闹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的话你还可以把它装到你的什么 无人机上面啊 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装 会让看视频的人就是也得到一个很新鲜的那种视角 体验感真的跟平时拍Vlog那种相机拍出来还是蛮不一样的 之后的话等我自己再多用用 然后尝试多去拍一拍不同的片段的给大家感受一下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有用AirPods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用 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礼物选择呢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各种大牌的 或者说潮牌的AirPods的保护壳 这些东西就平时你自己要去买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有点贵 因为一个AirPods的保护壳可能在淘宝上面也就是20人民币 二三十人民币样子 但是如果说有人送我的话 我肯定还是会很开心 我自己最近是买了一个off white的那个保护壳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而且因为最近各种打折嘛 所以很多平时比较贵一些的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也都是会折到什么100美金以内啊 无论是自用还是说送人吧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如果你的朋友最近有搬家呢 或者说他平时在家里面就是喜欢去做一些家居布置的这种 那么我觉得送一些小摆饰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在选择小摆饰的时候 大家还是可以尽量去选那种有多功能的 除了说他是摆在那里是一个很好看的摆设之外 最好呢还有一个别的什么功能 就比如说呢 这种非常有节日气氛的小摆饰 它可以用来摆在那边 就当装饰物 或者呢可以把它压在一些书的上面 又或者呢它还可以去挂一些小手势 就比如说把这个戒指挂在兔子耳朵上面 是不是也还蛮好看的 或者挂在这只小鹿的鹿角上 也还蛮好看的 装饰物里面另外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选择 就是这种精致好看的小托盘 这小托盘首先你摆在那就很好看了 或者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就进门那个玄关的位置上面 去放一些钥匙 放在床头柜上的话 又可以做一些日常佩戴首饰的这种收纳 又或者呢你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蜡烛托盘来用 说到蜡烛如果说你的朋友就平时很喜欢收集各种不同香味的蜡烛 我觉得可以考虑送这种雕塑形状的蜡烛 它既是一个蜡烛 你不燃它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很好看的摆饰 风格上也蛮高级的 无论是把它摆在电视柜的旁边啊 或者说摆在边桌上面 都可以很好的去提升家里面的一个格调 OK那差不多以上这些就是这一期节日记购物灵感 视频所有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年底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呢 我也在认真的筹备当中 如果说大家今年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送礼物的ID啊 或者说今年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 都可以呢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说不定呢我就会把它采纳到我的年底礼物计划当中 当然了不要那种过于贵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的 anyway那就希望今天呢你们会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呢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也提前祝愿大家今年呢都会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节日记 也都能收到自己特别喜欢的礼物 OK那最后的最后感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